各位伙伴大家好 今天要帮各位介绍的是 一个叫地图缩放数的设计小技巧 首先呢 大家先到这个网站 这是一个地图的网站 网址我帮你放在这边 进来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产品 然后我们要先下载世界地图 从产品这边下载世界地图 点进来之后呢 就会到这里 各位发现上面有三个方框 有三个方框在这边 123 所以你可以到这边 这个线上的客制化自己调整 接下来就到把这个方框 在location这边 把这边全部按delete掉 它就会消失了 接下来呢 你到finish 然后存成svg档 记得一定要存成这个 这样才有办法做后续的变色 分开变色的这个效果 接下来我要再下载瑞士的地图 瑞士地图在 一样在产品 然后mormat 就是更多地图这边点下来之后 找到这个瑞士 就这一个 他也是有一个方框 要先把它删除掉 一样做法 就是他的首都 Wernie 然后把地图掉 接下把它存起来 一样存 存svg档 然后呢 我们就把刚才的世界地图 放到简报上面 然后缩放成大家想要的大小 接下来呢 因为他的框线太粗了 所以我们先把框线调 窄一点 调细一点 到图形格式 外框这边 然后粗细的 我们调成0.5 它就变成这样 看起来就比较明显多了 对不对 瑞士在这里 这个就是瑞士 好 那接下来我们把地图 就是 这个地图陆地的颜色 调成这个颜色 色号 我把它摆在这边 各位可以自己参考 或者你选你自己想要颜色 那其他白色的地方 我把它变成就是海面 因为它是海面嘛 就用海的颜色 色号在这边 一样提供给大家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 让他 因为这边 陆地以及海上的颜色都选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选 让瑞士这个 这个地图的颜色 独立出来 可以自己独立出来做改变 所以纯正SVG档很重要 首先大家先把这个 因为这边全部的东西都是一个群组 所以大家先按Ctrl 加shift再加去把它解开 解开这个 大家就可以 每一块都可以独立的去做变色 解开之后变成这样 然后呢 色把它调成这样子 好这颜色把它调成这样 或者你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颜色 它可以每一块都可以独立调整颜色 好 接下来是瑞士的地方 瑞士的地图把它放成这样子之后呢 我喜欢这个颜色 瑞士的颜色把它弄成这样子 然后复制 这色号在这边 复制一个出来 然后呢 因为待会要把 我们要把这个小的 另外一个瑞士 放到刚才的世界地图的底下 所以呢 这边 我希望让它外框是变成无外框 图形格式 图形外框 然后设定无外框 会变成这样子 会更干净一点啊 好 然后接下来 你就把这个放到瑞士的上面 然后移到最下层 好 那这一张大致上就做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 转化的效果需要的方框 就是做那个 呃 说 像矩肌镜这样子 缩镜缩出 先按一个遮罩 先插入一个遮罩 然后呢 把这个遮罩的颜色呢 当然遮罩有用黑色 实行填满 选黑色 然后透明度选到15 然后线条选无线条 就会变这个样子 再加上一个方块 再加插入一个方块 然后图形格式 就是 合并图案 按减去 就变这样 好 然后呢 我希望旁边再有 这个 旁边会有一个方框哦 颜色的红色的方框 插入 图案 这里 有一个像L型的东西 把它插一个 然后四个脚做旋转 四个都装出 好装好 接下来你把 这一张大的遮罩这照片跟这四个小的L型按Ctrl加G 就会群组起来 这一整张就变成一个群组 群组起来之后呢 把它放到最大 把那个方框在整张简报的外侧 像这样子 各位发现简报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范围在这里 但是我方框把它拉到最大 这个步骤其实只能用手动调或者你在上面调会它会变形 所以我建议大家我的习惯是这样就先把它放到最底下右下角然后按左上角拉左上角一直拉 然后你发现这个画面已经塞不下了好再往下再再拉再往下再拉通常三次左右就可以搞定 做好之后外面就有一个外框在外面了 假设我们这一张叫做世界地图大方框 因为方框在外面嘛 各位没有看到方框在外面 我们命名叫世界地图大方框 刚才不是做一个小方框吗 这叫世界地图小方框 这是第二张 然后第二张要设定转化 小方框要设定转化 转场的转化 然后呢 持续时间我把它调整一秒钟 然后这边每隔零点零一秒就会换页 这样就下一页直接会出现 好所以大家先做完这边 第二页做完这个 好 然后瑞士的部分 这叫瑞士地图大方框 刚才瑞士地图外面呢 把刚才那个大方框再贴在外面 所以我们这个叫瑞士地图大方框 好 一样按转化 转场转化 持续时间一样设定成一秒 好 接下来就做完了 我们看一下我们做完的效果 这个瑞士底下还有一个小瑞士地图 刚才我们做的还记得 来看一下状况 然后呢 如果你想要再做其他 这每一个色块可以再继续变色 就可以变成像这样子 用刚才我们教的变色的方式 你就可以自己玩自己想要的颜色 将整张都做完了 整张都做完了 其实呢 步骤很多 但是其实很简单 所以你只要有转化效果的版本 像2019 OBS365版 都会蛮简单可以做出来的 好 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